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诺亚·莱尔斯在男子100米决赛中的惊人胜利 尽管莱尔斯在比赛初期处于劣势 甚至在30米后仍然是最后一名 但他最终以0.005秒的微弱差距夺得金牌 这场比赛充满了戏剧性 从起跑的紧张等待到最后的冲刺 莱尔斯展现了超凡的意志力和专业技术 最终尽管汤普森的脚掀过了终点线 但莱尔斯以优越的前倾动作获胜 成为无可争议的男子短跑之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 特别是美国短跑选手的诺亚·莱尔斯 如何在这场比赛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袭 最终赢得了金牌 这篇报道最初来自Telegraph报 以及Guardian和The Independent的补充报道 我们将为您详细剖析莱尔斯 在这场比赛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 以及他背后的故事和精神力量 诺亚·莱尔斯在男子100米决赛中 以0.005秒的微弱优势 站上了亚买加选手的机上 汤普森尽管从视觉上看 汤普森的脚线穿了终点线 但根据比赛规则判定以胸部先过终点线的运动员为胜者 莱尔斯以9.784秒的成绩赢得了这场紧张而激烈的比赛 而在比赛的前30米他还是最后一名 当莱尔斯被介绍进入法兰西体育场时 他以一种充满能量的方式冲刺到40米线 显然他希望成为男子短跑赛场上尤赛恩 博尔特之后的另一位表演者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 8名运动员被叫到起跑线前 尽管这种等待可能对一些选手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亚买加的短跑选手奥布利克 塞维尔和汤普森 比赛开始后 莱尔斯的起跑并不理想 他的反应时间是全场最慢的0.178秒 但他在比赛的后半段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 从30米到60米之间 他从第8名上升到第3名 并在60米时达到了43.6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 他保持了这个速度 并在最后时刻超越了汤普森 赢得了比赛 莱尔斯的胜利不仅是速度的胜利 更是心理素质和战术选择的胜利 他在比赛前参加了世界市内锦标赛 并与历史上最好的60米选手 克里斯蒂安·克尔曼进行较量 这帮助他缩短了从起跑到全速冲刺的时间 这场比赛展示了 他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专注 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完成逆袭 从不同角度来看 莱尔斯的胜利具有丰富的层次和意义 首先 从技术角度 他的成功在于对自身短板的认知和有效的改进 他从来不是一个快速起跑者 但通过不断的训练和调整 他缩短了从起跑到全速冲刺的时间 这在100米这样短暂而激烈的比赛中至关重要 其次 从心理角度 莱尔斯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和毅力 他曾在东京奥运会上紧获铜牌 并公开讨论了他与抑郁症的斗争 以及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 这些都对他的表现产生了影响 然而 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击倒 而是继续努力 最终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再者 从竞争环境来看 莱尔斯的胜利也标志着 美国在男子短跑项目上的强势回归 自由赛恩 伯尔特退役以来 男子短跑项目一直缺乏一个明确的领袖 而莱尔斯的崛起 无意为这个项目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关注度 莱尔斯在比赛后表示 他一度以为汤普森取胜了 但当屏幕上显示他的名字时 他感到无比惊喜和自豪 这次胜利不仅是对他在训练和比赛中 付出努力的肯定 也是他克服心理障碍 重拾自信的见证 对于未来 莱尔斯表示 他将继续努力 希望在200米比赛中再次夺冠 并进一步巩固着自己在短跑领域的地位 他的成功故事 不仅激励了无数年轻运动员 也向世界展示了 在面对挑战时 如何通过坚持和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即将结束时 我想说诺亚莱尔斯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胜利 更是人类精神的胜利 他的胜利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我们都能战胜一切 达到新的高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奥运故事 让我们一同见证更多的奇迹与感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诺亚莱尔斯 这位美国短跑运动员 在最近的一次奥运会 男子100米决赛中 展现了他惊人的实力和毅力 尽管在比赛开始的30米后 他还处于最后一名 但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赢得金牌 这场比赛被视为历史上 最接近的一次男子100米决赛 他的胜利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莱尔斯的登场 如预期般引人注目 他在进入体育场时 进行了一段40米的短跑 这个高能量的表演 展示了他对比赛的热情和信心 比赛的起跑阶段 对莱尔斯来说并不理想 他从未以快速起跑闻名 而这次他的起跑反应时间 为0.178秒 是所有选手中最慢的 尽管如此 这并没有削减他的决心 在比赛的中段 莱尔斯展现了 他战术上的智慧和身体的极限 他在30米时 仍然是最后一名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逐渐加速并在40米时 达到每小时43.5公里的速度 这比其他任何选手都快 这种速度 使他在30米到60米之间 从第8名上升到第3名 这为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莱尔斯的终点冲刺 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60米时 他已经达到了每小时43.6公里的速度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爆发力 莱尔斯保持专注 保持放松 并没有让他为能完全领先的现实 影响他的跑步姿态 最终 莱尔斯以5000分之一秒的微弱优势 击败了机上 汤普森 赢得金牌 这场比赛的判定标准 是谁的胸部先穿过终点线 莱尔斯的前倾动作 为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即便汤普森的脚 先过了终点线 莱尔斯并非仅靠运气 赢得这场比赛 他的胜利是多年训练和心理准备的结果 他在比赛前的信心满满 称自己位 世界上最快的人 并且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提到他的治疗师 展示了他对自己心理状态的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 莱尔斯在比赛前的准备非常充分 他在世界市内锦标赛上挑战克里斯蒂安·科尔曼 这次经历对他在巴黎的表现至关重要 他学会了如何缩短比赛 开始到他直立出驱动阶段 并准备全速冲刺的时间 在赛后 莱尔斯表示 他一度已为汤普森击败了他 但最终 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时 他感受到了无比的喜悦和成就感 这次胜利 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枚金牌 更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肯定和见证 诺亚·莱尔斯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在比赛中面临多大的挑战 只要坚持不懈 保持专注和信心 就有可能实现 看似不可能的目标 他的成功 为所有人树立了一个坚持梦想 努力拼搏的榜样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诺亚·莱尔斯赢得100米金牌 尽管她的起跑并不出色 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 她在最后关头逆风翻盘 这种顽强的韧性真是让人敬佩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起跑多糟糕 只要保持专注和决心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就像龟兔赛跑中的龟一样 稳扎稳打 终能取胜 楚天书 你说的没错 但这也说明了短跑比赛的判定标准有多荒谬 莱尔斯赢得金牌只是因为胸部先过终点线 而不是脚 这让人感觉像是魔戒里的咕噜 在最后一刻夺回戒整 这也许是技术上的胜利 但确实让人觉得有些不公平 真正的速度应该体现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而不是在最后一刻的姿势上 奇奇 你这种说法就像是在说要改变足球比赛的规则 让球员用手抱球跑 莱尔斯的胜利正是因为他完美的技术和策略 这才让他在最后一刻赢得比赛 你知道吗 短跑比赛从古希腊时代就是这样判定的 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传统 而且不得不说 莱尔斯的故事也激励了无数人 让他们相信在最后一刻也能够逆转局势 就像洛奇里的洛奇一样 哦 楚天书 你可真会搬出古老的历史来支持你的观点 不过 现代科技和训练方法早已超越了古希腊时代 这就像用老式打字机来写电子邮件一样荒唐 莱尔斯的胜利是因为他在最后一秒钟的前倾 而不是由于他整个比赛的速度 这难道不让人联想到疯狂麦克斯里的那种 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情景吗 比赛应该更公正透明 而不是依赖于这些小技巧 齐齐 你说的这些技巧其实正是短跑比赛的魅力所在 每一个细节 每一次呼吸 每一个动作都可能决定胜负 这就像哈利波特中的奎德奇比赛 扎住金色飞贼的时刻决定了整场比赛的结果 莱尔斯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心态和意志力的胜利 他在面对压力和逆境时的表现 正是这个比赛最大的看点和魅力所在 哦 楚天说 你真是爱讲故事啊 但现实是 这些小技巧让比赛变成了运气和姿势的竞赛 而不是纯粹的速度和力量的较量 想象一下 如果亚买加选手汤普森的脚先道 但因为姿势错误而输掉比赛 这对他公平吗 这就像权力的游戏里那些阴谋诡计 不是谁更强 而是谁更狡猾 比赛应该更简单直接 用最快的方式来决定谁是真正的冠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